第1132集 叶晨兴奋地往殿外走去 他真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吸收这块羹筋了 同时他有些疑惑道 玉兽灵神 这老者是如何 玉兽灵神道 这老家伙可不简单哪 显然已经看透了你一部分底细 他给你的羹筋是因为你体内有羹筋之气 不过 你想完全炼化品质这么高的羹筋 却只能一点一点来 没有那么快 叶晨刚刚走出大殿 便有一个金袍青年面带微笑的迎面走来 正是当初在岛上试炼救他的孟行云 叶晨拱手道 孟师兄 孟行云笑道 叶师弟 那向来不收弟子的白太上长老竟然收了你做弟子 真让人意外啊 走吧 我带你去你的住处 向来不收弟子 孟行云道 是啊 听说自从洛师兄死后 白太上长老就再也没有收过弟子 不过那都是好久之前的事了 我也不是很清楚的 叶晨点点头也没有多问 很快 在孟行云的带领下 叶晨便来到了一处天地灵气极为浓郁的屋子中 叶晨满脸震撼之色 用手轻轻剥撩着屋子中的七彩雾气 这里的天地灵气竟然已经浓郁到雾化了 在这里修行 他不知道会比在别的地上快上多少倍 而且这里同样非常适合他炼化羹筋的 万剑地宫恐怕都没有如此大手笔 照理来说 玄岳宗和万剑地宫还有点差距 为何底蕴却感觉比万剑地宫还可怕 难道曾经的玄岳宗也不一般吗 转念一想 叶晨觉得确实可能 毕竟玄岳宗有一块轮回玄碑啊 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白太上长老的徒弟 倒是有机会提轮回玄碑的事情 叶晨不再多想看向孟行云道 这是我的房间 孟行云笑道 当然是 叶师弟你好歹也是一流宗门的真传弟子了 还是太上长老的真传弟子 待遇当然不可能太差 那位龙师弟现在可能已经住到龙太上的洞府中了 那里的灵气更是远远高于你这里的 灵武大陆灵脉分为天地玄黄四品 每一品又分上中下三等 我们玄岳宗就拥有一条天品上等灵脉 灵气和外界相比可谓云泥之别 真传弟子的洞府 要么是直接搬到长老洞府附近 要么便是在这条天品上等灵脉的枝脉中选择一处洞府 我可是特地为你挑选了 真传弟子使用的资源卡 上面有各种物品的清单 清单后面有数额 对应卡上的额度 每次兑换会减去相应的额度 真传弟子每年都有一定的额度 可以用来兑换门内的资源 叶晨点点头 他不缺资源 不过此地的灵气倒是对他修炼有好处 他又突然想到那棵树上留下的字 那人说玄岳宗是通天之路的开始 难道暗示着他在玄岳宗可以得到轮回玄碑 还有那无上机缘 这机缘又是什么呢 也不知道永恒圣王什么时候出现 这种事情只能问永恒圣王这种级别才能知道 孟行云道 好了 那我先走了 若是卡上的额度用光了 你也可以完成门中发布的任务 来换取额度的 秘境失恋后天就要开始了 你也好好准备吧 孟行云走后 夜晨便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拿出了两样东西 一个是那海族得到的镇族之宝 紫荆神髓 另一个则是白震堂给他的那枚极品高等羹筋 他目光闪闪道 玉兽灵神 你说在秘境失恋开始前 我是先炼化这紫荆神髓呢 还是先炼化这羹筋呢 玉兽灵神沉吟道 还是先炼化羹筋吧 紫荆神髓这东西可不一般 你现在炼化恐怕很危险 夜晨脸色微变 看来这紫荆神髓比羹筋还要可怕 一天一夜后 浑身金光缭绕的夜晨突然睁开了眼 在睁眼的一瞬间 她的眼中竟绽放出了强烈的金光 金光轻刻收敛 夜晨的眸子恢复了正常 凝视着身前的一团火苗 夜晨神念一触那团火苗 脑海中立刻响起一道娇媚的女声 是紫宁的声音 师弟 时间到了 是时候参加秘境试炼了 这么快就到时间了吗 夜晨喃喃一句 深吸一口气 功法一收 浑身的金光收歇 悬浮在身前的那块羹筋 也回到了轮回目的中 夜晨站起身来 稍微活动了一下 原本淡漠的面庞上 竟涌现出不像是她的表情 近乎疯狂的喜悦之色 她现在竟有了一种 无所不能的错觉 这是实力大幅度提升后 所产生的感觉 玉兽灵神道 小子 冷静一点 夜晨文言 重重地呼吸了几次 才重新恢复了淡漠之色 不过眼中的兴奋 却还没有消失 这次吸收这极品羹筋 收获实在太大了 以至于以夜晨的心性 都无法保持冷静 玉兽灵神笑道 怎么样 感觉如何 夜晨沉默了片刻后 咧嘴一笑 只回答了两个字 很爽 虽然她这次吸收的羹筋 无论质与量 都远远高过前几次 但是显然力量越大 提升就越困难 不过在夜晨本体力量突破之后 便感觉自己的力量 产生一种轻微的质变 隐约中好像领悟到了什么 虽然夜晨还没有参透那种奇妙的感觉 不过如果硬要说的话 这感觉和他的不朽建议有些相似 那是力量的意境 所谓的力之意境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力之道运 那便是天地间力的法则 夜晨竟然感应到了法则之力 除此之外 夜晨的另一个收获 就是他的羹筋之气 吸收了这极品羹筋之后 夜晨的羹筋之气 有了质的飞跃 在万剑地宫的危机和腰圣传承之地 更金之气没有太多动用 完完全全是因为不足以抗衡那些强者 而现在 如果再面对百仙王宫的强者 他会动用 此时 夜晨盯着不远处的一块青石 心念一动 一缕金芒透体而出 瞬间从那青石之上闪过 下一刻 那青石便一分为二 这洞府中的青石可不是繁品 本身极为坚硬 又在这灵气无比浓郁的洞府洗炼多年 竟被夜晨以羹筋之气 动念之间切为两半 可见这羹筋之气的恐怖 不过夜晨这次最大的收获 还是他的不朽身体 夜晨一握拳 脸上再次浮现出 无比自信的笑意 他不知道自己的 现在的身体有多么的坚韧 但是他肯定 换作一天前的自己 想要让现在的他流血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不知道 等自己将那块羹筋 完全吸收之后 自己的身躯会提升到 一个怎样的层次 恐怕论肉身 都可以与先尊相提并论了吧 玉兽灵神道 你这次收获确实不小 触摸到了法则 耿筋之气和不朽神体 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你的天赋果然恐怖啊 原本玉兽灵神 不会和夜晨多说什么 但是见证了夜晨 在万箭地宫的事情 他动容了 也明白了一些东西 帮助这个小子 或许就是轮回墓地的价值 甚至这个小子身上的潜力 远超那枚储物界的价值 夜晨笑笑往门外走去 外面站着一个性感少女 正是紫宁 紫宁看着夜晨出来 那浑身勃发的气势 让他目光微动 短短一天 夜晨又强了许多 他笑了笑道 准备好了吗 我们这就前往秘境开启这地吧 从那里进入秘境 这是真传弟子 踏入秘传弟子必经之地 也是你和师父 谈轮回墓地最大的资本 现在你去找师父 要轮回悬碑 恐怕 师父可不答应 夜晨点点头 随紫宁上了非洲后问道 师姐 这所谓秘境试炼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紫宁道 这秘境试炼的起源 要追溯到许久以前 那时候 我玄月宗 可也是顶级势力之一 那是一个诸神争霸的时代 我们玄月宗的老祖 和一些05大陆隐藏的强者后人 达成了一个约定 每年一次 那些强者后人所在部族 会举行一次舞斗大会 参加条件是每个部族中 选出数名 30岁以下的年轻强者 轻轻比斗 而我们玄月宗的长辈 和他们的约定就是 每年 让我们玄月宗的10名弟子 参加舞斗大会 这比斗嘛 不仅只是单纯的竞技而已 还决定了这秘境中的资源分配呢 排名越靠前的势力 分配到的资源就越多 同时排名前三的参赛者 想获得一个奖励 哦 叶辰文言眼睛一亮 什么奖励 在那地方有一处天池 这天池嘛 传说中是05大陆的一位 上古大能流下的鲜血 而这天池可以划分为三个区域 浅红区 深红区 和神穴区 听到天池二字 叶辰突然想到了 那棵巨树上的字 从玄岳宗的天池开始 难道那人带他来玄岳宗 就是为了这个天池